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赵妞 是田儿医院的一名护士 自从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开轮以来 我每周都要去接种点上班 今天就带大家看一下我工作的一天 现在咱们已经到这个疫苗接种点了 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这边一般有的工作岗位就是社区工作人员 还有那个医疗保障人员 还有就是预检分诊 扫码登记的工作人员 我们护士在这边负责的话 主要就是注射还有医疗保障 现在我就要开始进去准备我的工作了 疫苗就是在咱们这个冰箱里面 因为咱们疫苗是需要冷藏的 而且我们在打之前都会拿出来摇晃一下 就是使它那个冲均匀一下 咱们是用这个1毫升的注射器 因为那个药液只有0.5毫升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给抽到这个里面 然后再去给注射 疼一下啊 干护士两年了 也是刚毕业不久 因为我们练的有扎这个双臂三角肌这块 然后还有就是肌肉注射 屁股这儿 然后还有就是静脉注射 之前的时候就是在上学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就是相互 就是在就是比如说我同学 就是我们两个相互就这样 你扎 相互扎 u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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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a 在上学的时候就像電影 今天工作结束了 是的 累吗 现在 有点 感觉肩膀都不是自己的了 今天我们两个的话一共打了是700多帧 差不多平均下来的话就是300多帧左右 这个其实算是中等 有时候甚至少的时候就三四个人 然后打2000到3000帧不等 所以一个人平均下来基本上五六百帧左右 有一次临时加了一个夜场 然后那一次还就是确诊急性懒尾炎了 这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很疼 后来的时候呢就发现 就打完之后 就起来的时候就起不来了 然后就特别疼 后来我们那个带队的护士长 然后就把我扶上那个 我们回单位的那个车了 到单位之后 就基本上就躺着回去的 那一次打了3000帧 就是相当于一个人打了500帧左右 下班了 怎么样就是到现在为止累积打了多少针了呀 嗯差不多打的大概有1万针左右 那打了1万针现在心里是什么感想呢 说心里话真的是挺辛苦的 因为除了我兰尾炎之外的话 我的同事们他们颈椎呀腰椎 还有肩胸炎 肩胶炎这些问题都特别常见 嗯但是呢大家都没有抱怨 反而觉得心里面特别充满成就感 因为就是这是为抗击 嗯国家抗击新冠疫情嘛 然后做付出一份贡献吧